這次就演 演獅錦的爸爸 沒有意外的話 叫爸 丟兩把 他跟獅錦演過CP 演過兩次 所以獅錦一直叫不出爸的感覺 演情侶演到變婦女 40歲 43歲 不不不 來查一下謝忠 查三歲 還在過年啊 今天請說好話 51歲歲成君 叫小八歲亮澤岳父 不不老規定 該女兒兒子叫宰哥 你不用懷疑我 以我的技術 上座三個回復期 你就可以完全變成人質 八點檔天到劇情 高潮跌起 兩者加盟出演 神醫張軍男 首度飾演張貝及交色 不只要被小三歲的游詩錦叫爸 還要讓大八歲的謝忠君 喊一聲岳父 你也差不多長輩了好不好 你敢說我 哈哈哈 我跟你同一輩 哈哈 ok 那以後我又是眼神醫 走出前會有一些 按摩 按摩 末梢神經的動作 我是這種啦 你說這種 天神教我們演同一個角色 赤田劍師 對對對 高智龍 那上一檔是BLG 我們是一對CP 就是很奇妙 這一檔他是有丁王八 對 所以 我每次看到他都說 欸叫爸 不會 那我第一檔戲 我就馬上叫丁王八了 他叫得很順 有叫得很順 他跟獅錦演過CP 演過兩次 所以獅錦一直叫不出爸的感覺 演情侶演到變婦女 你跟游詩錦差幾歲 我看游詩錦兩歲而已吧 四十米 四十三 五十四 你才差下現場 我差三歲 好了 還是在過年好不好 請說好話 話說最近國小兄妹 曹黃作席的新聞引起討論 亮澤剛好為人父親 22號也在臉書發常文 表示自己無法以虎媽的方式 帶小孩 那他的兩個女兒 都有睡滿八小時嗎 會 最基本的 所以我都會一直催他們去睡會 他會上場睡覺 就是有時候他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調整他學習的方式 小吃的跟大吃的不一樣 大吃的就是比較自律 然後小吃的就是有時候比較哄哄 不思綠 就是 比較隨性一點 隨性太好聽了 就是 哈哈哈哈 其實這種小孩 不乖的小孩 以後的發展性反而 比較活 對 可以自己休息 可以自己在家唸書 自己去安排時間之後 反而第二次亂考 變得比較好 你講說是大的 大的 小的我還在找半寶 哈哈哈哈 算很熟啦 因為跟宰哥也合作過很多從 但我從小看他們找 他們也會叫宰哥 他們也會叫宰哥 對 宰哥 你叫宰哥 或是偶爾會說宰哥叔叔 林佑星龍 你叫宰哥啊 不一定啊 哈哈哈哈 不是 阿 你叫我們